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他身上的那种有点那种高冷的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也跟我有一点点像吧 对 但他这个人的性格脾气完全跟我是两个人 他是有点精神洁癖 不视人间烟火 然后呢 对于另一半追求完美 对于感情生活呢 是比较一定要达到那种灵魂伴侣那种状态 而我呢 我觉得生活中我还是比较偏性格 有点偏男孩那种性格 那接下来有什么新的东西大家见面吗 嗯 马上有十一要上档的一个电影是王牌斗王牌 是跟黄晓明跟刘德华一起的 然后还有白杜仁今年应该也上也会上 嗯 喜欢 特别特别喜欢 我其实我只要不拍戏的话 包括两部戏中间有空的话 我就会去潜水啊 去背包旅行 翻船 因为我比较喜欢极限运动平时 然后运动比较多 然后 所以经常会去旅游 小秘诀其实就是运动 对 而且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平时还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 对 运动就是平时在健身房 然后有时间的话在健身房 然后跑步跟器械 那如果是没有时间的话呢 就拍戏的话 就自己带一个那个瑜伽垫 在那个房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运动动作是可以完成的 嗯 你比较喜欢什么 类似的穿衣的风格 就是私下 私下还是舒服休闲为主 因为平时拍戏经常就是要穿的 比较 比如说近代戏 会穿的高跟鞋啊 裙子啊 会很累的感觉 然后难得如果说私下休息的话 就怎么舒服怎么穿 干纳的有点像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很漂亮 是一个很休闲的 然后而且是你看 阳光也特别好 有海边 然后 嗯 大家包括这边的人都很nice 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对 没有时间逛 没有时间逛 因为还在拍着一个戏 所以要赶回剧组 组里面也是很支持我这次 给了我这么长时间一个恰 对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